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关于军武器言,你知不知道是Larry 好,这一节又是军武器言Crossover,回到新智 所以我们邀请到陈博士和我们谈一些有趣的话题 今天想讲什么呢? 今天想讲无线传输电力这个课题 听上去无线电力传输这件事,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不如就想到这个电话充电 电话充电,现在都有一轮流行无线输送的电力的情况 当然,如果要玩,我们就不会玩到这么小 如果你真的玩,我们是讲着 如何可以透过无线运送的电力,由A点到B点 极速地做到叉电的模式 这样就可以令到,例如我们讲到无论是一个空中的载具 即我们讲到交通,那个情况可以用到 可以做到传输由A点到B点的一个交通工具 或者可以发动到它里面一些的电能 去转做可能是动能,或者其他的定向的武器等等 究竟能不能够将它最后终极应用到这些军事的用途上面呢? 都是我们经常都会关心的东西,很老实说 军容永远都是所有政府,他们第一样会看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现实的东西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无线传输电力 这些project,究竟它有没有它的可行性呢? 它的前瞻性在哪里呢? 还有最后它的应用上,其实跟现实距离还差多远呢? 今天会有陈博士跟我们去解释个原理,可行性 还有未来的发展的潜能 大家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给like 还有记得免费订阅,包括军报庆言 还有科学新知的频道,多谢大家 好,那你和陈博士先招呼,陈博士你好 是,Larry你好,大家好 是的,说起这个概念,其实陈博士之前你传了一篇东西跟我们说 说到现在DARPA,我们说到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局 其实它经常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大家都知道 我们军报庆讲了很多次,包括 例如F16那个AI人工智能提供一个战斗建议给机师 最后就做了一个测试,发觉AI是打赢人类机师5比0 打到你不能还手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很熟悉的DARPA的实验 DARPA有很多这些实验 这次委属了三间公司,三个LAP 其中一间大家都很熟悉的雷神 就去做这次电力传书的计划 实陈博士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首先这个计划 如果你由DARPA去做,大家都知道 当然是心怀屈鬼的,一定是讲武器的应用的了 DARPA这个研究呢 其实它有些什么的揭示 还有其实它最后那个application用起上来呢 有些什么这么了不起的呢 有些时候我想大家听众一起去想的 但是呢,就纯粹讲一下它现在这个project 做些什么呢 那很简单 就是无线充电 但是当然了,在军事级的无线充电 就肯定不是我们纯粹的家里 把电话放在那个东西里 就不用插个键就充电,那么怡气 那些是玩具来的 其实很有趣的 你说如果第二个机构跟你说无线充电呢? 那我就想到可能都是一些怡气的东西,民用东西 但是既然是DARPA、DARPA、雷神这些这样的机构 跟你做呢? 而且它在做那个无线充电呢 是说以百公里算距离的无线充电 那它们其实已经有个概念的就是什么呢? 首先在一个能源 某个地点的能源那里 它就将它的能源用电磁波形式发射 那我估计那个电磁波呢 多数都是以这个的无线电波啊 就是那些Radio Wave啊 或者可能说我们现在那些 4G、5G,甚至6G,甚至未来 可能不知道再高多少G 那些都算是比红外线更加波长 但是呢,也都比我们传统的那些收音机的频率 就更加高 就是那类这样的频谱 好,你去攜帶着电磁波的能量 那其实电磁波就光速地飞了 所以呢,你如果有地面 你不是只是发射信号 你就是将那些能量灌注了 在那个电磁波射上去 那怎样射到目的地呢? 光就不会自己转弯的 你上面就一定有一个接力的装置 可以是无人机 应该都是无人机的了,其实就是 那你就将那个电磁波讯号接收了 再发射,就是接力再向另一个方向传出去 那么,于是乎就 你去到,就是在天空上面 你就会由一个无人机传去另一个无人机 再由另一个无人机将那个信号射回去 你需要充电的那些东西 那么,其实呢,现在他们的概念在说 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 由起点到目的地 中间用两架无人机来做接力 就传200公里左右的距离 然后就大约将10个kw 这个其实不大的 就是以家用电器这样的功率 就将能量这样传过去 而现在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了 但是,究竟会是造成怎样呢? 但是这里又留下一个问题 问一下Larry,你觉得做这些东西呢 可以怎么用呢? 可以怎么用呢? 哇,有很多用途啊 其实是很科幻的 就是视乎你出到来的能量有多大 如果你说我假设,没有限制的 任你想,就是可以很大的 当然我们就常常都想起一些军事用途 就是说,那些定向那些武器 就是你说用Laser 做防卫啊 如果用Laser做防卫呢 甚至乎如果能量都不需要担心呢 我做很多个发射器呢 我们以后都不用用防空导弹 就是如果我们说俄罗斯 不是很喜欢拿些导弹 无人机,就是搞乌克兰的 乌克兰就不用犯了 全部设置好这些位置 还要自己detect的 都不用人手了 就好像我们说的神盾系统那些 你来我就射你,来我就射你 那就非常方便 有空的就在空中接受充电的 那又够用 所以其实就真的取之不尽 难道非常好用的 是啊,你想想整个战争模式可以改变 这个东西呢,大家都不要想到很正经 你想科幻那些小时候看的那些卡通片 科幻片 讲到未来那些这样的太空战争好 甚至你看变形金刚好 甚至你玩电视游戏都好 很多这些这样的遥远能量传输的概念 你被小孩子自己在那里说 你都说得出来的 但是呢,又真的这么想 像Larry你刚才说的 喂,我们先前说 为什么那些什么电磁弹射 为什么那些高能量激光装置 不是那么轻便可以带在战场上到处走 这个东西吃电的嘛 你带的那个东西想射 你后面当然要带着有个power pack在那里 就是带着那个不是尿袋 就是比屎袋更加难形容 那种能量级数你才可以耐用的嘛 甚至乎我们那天讨论到能源那些补给问题 你起码要背着那个核反应堆去供电给它 但是你都知道 核反应堆我们现在还在开发着 尝试缩细去 我们曾经想能够让它做到 可以由一个货车带着在一个战场上到处走 没做到嘛 现在没做到就是没做到 是不是 那在没做到之前 或者就算做到了都好了 那如果 我可以将一些那么强的电源 可以做到很mobile 但是有些我都不可以 那么mobile地去跟着那个雷射枪 跟着那个电池弹射周围走的东西 我就用这些无线的帮助我去接一程 那于是乎整个那个 风险和运输成本是低于很多的 你那个武器自己本身 和那个电源自己本身可以分开放 是不是 那这个家里你用无线充电 你都感受到那种方便的了 是不是 所以你想一下那些雷神 DARPA的人是不是在想着这些东西 它怎么会不是呢 是不是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玩 我刚才 就是没开节目前 我问Larry一样东西 有没有以前玩过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都玩过 现在讲的是90年代 超级任天堂时代 有个游戏叫F-ZERO 是一个赛车游戏来的 那里面的赛车游戏是很未来很前卫的 就是你要重新去充电 它基本上就是有个无人机来帮你去充电 去加回你能源的 那就是要它的 不用你停下车在那里去充电的 你走到那里去自动就可以和你无线充电了 这样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忽然之间 你原来DARPA和雷神那些人已经在搞 我觉得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很超前的未来世界 就是最后弄了整一回事 但我觉得原来真的是我们在做这件事了 在这里再加上一样 其实我都有和Larry提过的 其实我在自己科学生之节目那里 其实几个月前介绍了的 就是其实日本 不止日本的了 美国都有了 就已经射了一个人造卫星上太空 在上面专门收集太阳能 然后在太空里收集太阳能 就将它集中地射到地面那里 那首先你说太阳能 我都不用找人造卫星射 我自己我就收到太阳能 但是你知道那些太阳能是分得很散的东西 所以你要买很多的收集板 你才能收集到那些小小来用的嘛 但是如果你放在太空 没有遮掩没有挡 然后再由人造卫星很集中地射回来 其实都是一种遥拒充电来的 就是由人造卫星收集到的太阳能 帮你下面的装置遥拒充电 那现在其实这种概念你会发觉呢 你是军事用途好不是军事用途好 你想到未来世界的能源应用 再加上地面上面 你可能在战场上面的能源補给传说 其实大家想到这样就觉得 如果做得成就好了 但如果你再问我就是 你实际执行呢 其实有很多问题的 好 陈博士 如果我们讲到 听下去很理想 很正 但是其实距离我们现在执行有多远呢 还有多少中间的obstacles 我们还要去克服了才来到这一步呢 看回那个专题报道呢 他讲的还是一个概念无形阶段 就是很远 还差很远 就是他能够做得到 实际的工程上做得到这种传说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有个技术 可以将收集到的能量 很精准地去指向我们想去充电的装置 所以那个呢 道向那方面是做得到的 但是道向其实都不容易做的 因为呢 最难搞就是大气层自己 你由太空想射穿个大气层呢 你中间多个云多阵霧呢 已经的效果大大减弱了 所以你一定要避开那些天气条件的因素 另外如果不是说人造卫星那个版本 是现在讲DARPA和雷神他们搞的版本的话呢 你地面上面由一个源头这样射上去 无人机这样传呢 你中间一样是有空气的扰动 一样有不良的天气 就是你如果只是好天才用到 行雷闪电就好像香港早前那样突然间来个低压槽 行雷闪电 其实你会发觉这样高空传输又是做不到的 又会变成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问题都是你怎样能够做到 它由一边射向第一边的时候 有那么准得那么准 传送的功率有那么大得那么大 令到你可以充电的时候有那么快得那么快 那每做一次的转折 每做一次的接力都是一个选耗和不差的位置的所在来的 那传输中间也都有空气扰动的干扰 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还是很遥远的路要走 你要做到小小事可以一个玩具模型 给人看是不难的 你的技术工程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最后你怎样将那个传输 真是有效地去scale up 令到它是成为一个有意义 真是可以有实际作战 或者是更加大功率的东西都可以 就是用得到 拿得到这些能量来用呢 那我想都还要等了 真的 那如果我们讲到在地球上的应用 就很大的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放眼下去 做太空旅行 就是说如果我们来着呢 我们现在未经常 太空旅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你要背着那个尿袋嘛 就是例如说我们去研发很多那些太空燃料的嘛 那我们就算怎么想 我们连核动力也想起了 但是 都是有个难关在这里 但是如果我们做到这些无线传说 尤其是如果是真空的世界呢 陈博士其实那个真空的传说 其实应该更好 那个Eficient是否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可以想到呢 就是如果这件事我们做得到 是不是我们人类就可以突破到我们的空间 直接就在太空旅行了 那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文明 就推高到几层呢 首先不知道是否一定关我们的太空旅行事先 但是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的太空project 比如说我们要将一些人造卫星 是扔去离开地球轨道更加远的地方 你说如果人造卫星是在地球比较近轨道的地方 你就和地球一样拿回太阳能 那一样是很够用的 但是你说的去离开到什么火星啊 再远一些 可能有听众都听过 什么航行者1号 航行者2号 这些几十年前已经写了出去的东西 那他们去到太阳系的边缘 想接收太阳能的时候 能力是接收得很差的了 然后可能你自己攜帶的核能也都用了 那根据能源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有人就想到一条招 不如这样 我呢 就继续有一个的接收器 可能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围绕着地球转的 一个的太阳能收集卫星 那些能量我不是射回地球 我将它瞄住那个很遥远 太阳是边缘的那些这样的航行者 直接这样射给它 那就令到它可以充电充劲一些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人类旅行 是我们去给一些机器去帮我们去看一下 外面的世界的能力是会提高的 那这个我会觉得就比较在 反而我会觉得在太空应用层面 是会更加容易实现过在地面 那里甚至乎你说在战争那里实行 嗯 因为你在太空应用呢 就少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什么天气的因素 雲啊 水啊那些东西 你真是太空的真空 那所以用你上来就少了那些东西 那接着很多东西又在太空上面的定律 又会齐很多 那所以用下去的感觉上就会方便一些 还有就是陈博士 刚才你说的就是一些无人的载据 那它去做的时候的限制就会小一点 就是好像我们说的无人机这样的做法 嗯 是了 是了 嗯 好 那我想就大致上呢 就是我们暂时可以想得到那些的应用在这里 不过千里之行始终下 那其实很多东西呢 都还是要由step one开始的 那所以我们呢 即使先看DARPA 接着呢 就是它这个project呢 怎样去做呢 就是你说它倒一倒了 那个运输 就是那个电力传输等等的东西 那再结合 你说 可能在太空以外收集能源 是吧 是的 我补充多一样东西 我这儿我突然一刻想起 有一些的端毅呢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的 就是当然我自己对这个新闻也很有兴趣的 你DARPA下一步最重要是搞不搞得成 但是有一些中间的端毅呢 大家都可以想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到一个装置 它能够帮我将普通的电力 或者可能其他认识的能源 很有效地变成为一个很强功率的电磁波 这样射出去 就是如果这套的技术是成熟 那其实很可能呢 这些技术都是需要借助激光技术的 因为激光自己本身那个聚焦能力也都很好 那我们可能做一个呢 不是说我们看到那些什么红色 或者绿色的激光 而是一些呢 以这个Radio Wave 就是那些无线电波形式的激光 这样去射出去 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能够做到功率很大 可以是那个效能很高呢 那我就觉得这套技术就更加有可能了 然后当然了 接收那个东西 怎样可以有效地将那个电磁波 甚至乎是那个无线电波激光的讯号 很有效地变成为那个线路里面的电力 如果连这个装置都能够做得好的话呢 那我就会觉得 未来这一套技术的可行度呢 就会大大提高了 嗯 哇 如果你说到Laser呢 就是陈博士记得我们之前说的 国家电火装置呢 就是我们说呢 如果你用Laser去启动那个核聚变 那然后产生了能量之后 那它就生生不息了 就是so call 就是这样说 就是现在距离这个位置还很远 那如果生生不息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再做一个无线传输 真是很难寻找到地球人的文明 会用一个什么级数呢 这样发展下去 是的 是的 就是我觉得不知不觉 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活在一个 好像以前只有科幻和卡通 才能够呈现到的未来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件事 就比我们想象中近了 有人开始试着玩了 是的 是的 所以那个应用呢 其实就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 就是没有做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就 之后我们再看DABA的后续好吗 就是如果它接下来有一些更新的更新 那我们跟陈博士 我们一起跟大家做更新的 好 谢谢陈博士先 那大家记得 就帮手like 就是我们的节目 和免费订阅 包括军武器言 和科学生之内的频道 多谢大家先 好 那我们在其他的截数 就再跟大家再见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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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